摸魚一下好了 好熱喔 算了 兩個開電風扇就這樣吧 這個好髒喔 算了 懶得少了 就這樣吧 好煩喔 如果這些事情都不用自己做就好了 提供貝啊 請賜給我寶物 讓我就算很懶也可以過得很好吧 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卡少女Honey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些呢 就是小米米家出的智慧家居產品啦 那這個是米家的掃拖機器人 還有直流變頻電風扇 跟小米的液晶手寫板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吧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米家掃拖機器人呢 它有支援三種模式 可以掃地 拖地 或是掃拖一體都可以喔 而且啊 它有LDS雷射導航 不用碰觸到牆面就會自己偵測 那靠近的時候啊 就會轉彎跟建構區域 這樣就不用怕它一直去撞家具啦 那簡約的白色外觀超有質感的 也很適合擺放在不同的家具空間喔 接下來是這個 直流變頻電風扇 機身超輕的只有3公斤 連我拿都覺得很輕鬆喔 左右啊 有140度的送風幅度 上下也可以調整角度 可以說是全方位均勻送風 而且不管是風量還是擺頭的角度 都可以用米家APP遠距操控喔 那想調整電風扇的時候啊 不用起身 用手機就可以直接設定囉 真的超適合我這種懶人的啦 還有這個 超級可愛的 它是小米的液晶手寫板 那它有附一個超輕的液晶手寫筆 那它整個機身都超級輕超級飽的 非常好攜帶喔 螢幕的部分啊是液晶膜 支援高靈敏壓桿書寫 寫起來和寫在紙上的感覺很類似喔 筆記也會根據壓力度有粗細變化 想要畫畫寫字都可以喔 身為手寫派小米的手寫板我給過 好啦 那以上就是小米米家出的智慧家具產品 那就算跟我一樣啦 還是可以靠科技讓自己過超級有質感的生活喔 那這邊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4月1號小米米粉節就要開跑啦 除了會有這些產品之外 小米也會推出11項新品喔 那另外也有折扣還有隊長活動喔 那想要知道哈尼會怎麼使用他們 來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專業更科技的懶人的話 就要看我們之後更詳細的評測影片喔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的通知喔 我是哈尼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